Hello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港曼咬謝邦 剛才說了兩本玉記 那繼續都是玉記嗎? 哈哈哈哈 說少少吧 天子綠 紅武大帝 終於都揭曉了 真武對王禍 原來如何去到真武大家都明白 術赤如何去到真武呢 他終於都表白了 終於都表白了 BL 有什麼關鍵字眼出現呢? 關鍵字眼就是... 我要找回 你說著其他一段 是呀 老樹盆根那一段 術赤自己躲在一棵樹裡 我又想 究竟什麼可以推動到他的感情能力呢? 很奇怪 但是呢 他以為可以推動到他感情能力的蒙古人 千千萬萬蒙古人他沒見過 沒什麼可以做 那麼呢 究竟有什麼是最重要的呢? 十幾年來 跟我恩怨稱仇 口前不清的他 徐達 嗯 我很長明白了 原來我心底裡最重視的 不是蒙古人 而是你 比起要救千萬同胞 逃出生天的大義 想嘟你的思心 反而更能推動我突破 等一下 你說清楚嘟是什麼 蒙古話 聽不懂的 你自己 安任何一個字內都可以 總之那個嘟字就是這樣 那你說了 怎麼會是其他東西 BL實在太明顯了 即是說那些通常兩國戰爭 什麼最大因素 導致的漢奸 那些間諜的產生就是 情愛的元素 沒錯 今次他也是用了這個角色 沒錯 所以其實能夠達到黃窩 完全是因為實赤對徐達的愛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有朋友在留言板上 就留了說 朱元璋沒有資格說 第八十四和八十五這兩言 的說話 他剛剛在這個千軍武神道走出來的時候 就說 原官乃衛縮短漢人 被異族統治黑暗期存在 有志反原者皆可用之 如若你要計較為王族血統 你祖先趙康引最初還不是一界平民 而你 而且你祖失卻王者的資格 打從你只管剷除我 卻無視波陽湖 漢人劣勢的那一刻起 自萬文字 福祉於不顧的你 已經不配為王了 但他最初是想韓他 他不想打他 對 第一 其實是你強硬逼人要反你 即是要殺你 第二 就是 講到這麼有大義 那為什麼不讓韓林兒做王呢 你就是要置他於死地 還是以下犯上 對 這就是那位朋友在網上的留言 大家覺得這句話 究竟是否這麼適合 由朱元璋說出來呢 我只能夠說一句 我他媽的認同這位網友的留言 因為基本上 現在朱元璋做的都是向來 歷朝歷代 天下大亂的時候 然後左右 所有群伍地走到中原的人 心底要思 bangs 還有 秋元 rich 希望將自己說得 最合乎自家政策的 他們有帶領天下萬民 請問我成王才對 你們raw 所有人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去 Hof 即是往日的韓林兒,還有張士誠,朱元璋,甚至宋帝炳 即是大家都是為私心 如果你說在這個故事裏面,有幾多人真的會令我信服 覺得他是以國家民族興亡先的,可能只有一個死亡的韓山童 劉伯溫 那他不打算成王 他不打算成王,但他為何會輔助朱元璋,覺得朱元璋對百姓有好處 他的心是為百姓 所以他才想選這個人,覺得這個人將來會成王 他會對百姓好 這是他當初認識朱元璋時對他的期望 但要計算他後來黑化之後,他能否再達成神棍這個想法 這是很成疑問的 不過當然他們這麼久的感情,可能會蓋過了他的理智 應該這樣說,我覺得朱元璋也不是完全不顧黎民百姓福祉 因為最初他想成王,就是他想要建立一個沒有不溫飽的世界 這是他的想法 所以最初他不自私,從頭到尾都不自私 但是他不自私 現在宋帝炳在做的事,其實當日就等於他當日去搞漢林兒那種程度 你說如果他是不是不顧霍陽湖的漢人瑜 他有說過,只要你航 我一隻,即是這隻什麼 自尊龍宮 自尊龍宮 我踩下去,那些船好像紫湖一樣 很簡單 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你不投降,然後讓他做這件事 甚至乎可以先行為了大局 應該是你朱元璋去做了這一步 之後反抗是之後私人恩怨的事 即是之後漢人打漢人又再另外後話 我覺得這一段其實是有粗疏的地方 因為他之前有做過雙類似的事 而且宋帝炳不是一開始就要來打你 他有寒你,他寒你你不服 才會引發霍陽會有這麼多人傷亡 如果你說,好,我先投靠著你 我投靠你 但是,我們可以之後再說 但是前提就是先解決過雙類似 我們掃淡了蒙古人才行不行 他沒有提出過 其實當日他最初和韓林如未反面之前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說,我先奉你為老闆 我們一起抗原 那之後是怎樣做的事 他那時候都做的 但是現在可能經歷了那麼多年 他覺得我自己都是大佬之一 反正我都是欠非人的其他人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話 他都叫做吳國公,他的身份不同了 公來的,很大的了 你這個宋帝炳,你以為我吳國壽 我才不會就份 他是屬於這個屬性的吳國公 吳國不國就公了 所以我覺得他最後都是自私 我認同當日的韓山童 因為在他八年教當日的勢力範圍 真的很多人的生活改善了 他未成王之前已經做到這件事 所以真的要比這班野心家之中 我只會撐回一個 而後面的詐人 我都覺得不是太夠理由 講少少其實就是想講這裏 那下一本吧 那為什麼會講少少呢 就是因為兩個禮拜完 等他先結束 那之後我們再找個位置聊天 那說什麼? 有肉的嗎? 本來不想的 不過沒有辦法 俗期出這麼多書 什麼辦法 除非說那些什麼鬼風雲什麼鬼黑炮 所以都說不應該去增加功能組別的議席 搞到現在就沒有選擇權 那這本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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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唱得這麼白 那就要講天賜的秘密 好 那第七回 對 那第七回有些比較親戚的人說 峰迴路轉 那怎樣轉化 那教堂說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七的人都講完了 留下正常人說 其實就是延續上期,葉敏因為耍習家詠春,被大師兄打了一幕 還要死不認錯,各持己見 葉敏就覺得詠春是可以改良的,不應該墨守成規 但大師兄在專師中道的立場下不能夠認同 但其實他時候都有去後悔自己當時的態度 他也不想站得那麼硬,就交給天子決定 師傅墳前拜祭,看看師傅你認為我應否原諒他,就摘功潮 其實那個過程都頗有趣,這個人真的傲嬌到暈 摘了,功就趕出出門,志就被他留下,摘了功 摘個壽,哈哈 其實應該三盤兩盛的,自己在想 其實當時的取向很明顯,天子都叫他,摘了兩次功 結果他在最後關頭,見到葉敏的時候都有點傲嬌 不說到外面,但說,誰在幹什麼,出去出去,出去,練拳 令他們解釋到,放過他一馬,這樣 但這段都算寫得不錯,雖然大家的理念上不相同 但他們都重回那個... 仙底情懷呢,寫得都不錯 所以令我對這個角色是加了一點點分 不是那麼迂腐 而且我挺喜歡他透過自己幻想 自己和師叔梁碧說話 就是我講的嚴問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需要... 有很多時候人生都會出現很多問題 你有腦的人,其實你會思考 那你去想事情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會想想 如果你是怎樣怎樣怎樣 做一個簡單的對話 在漫畫上就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就好像靈魂出竅一樣 來做一個部門,然後討論 我覺得其實處理得不錯 你想想,王少虎從來都不做這些,因為沒有腦 從來都不去想到... 他不會反思啊,或者做出一些思考 對,他不會反思啊 但是葉敏這些也會去做一點思考 去想一下,然後去怎樣去排解他自己的抑鬱 或者那個鬱結 這個人就會比較有生命力 對,如果有一些從來都不思考的人 沒有腦的那些 是欠缺了一種生命力 一有什麼事就先打了 對 不服打到你服 所以我覺得這本的劇本其實... 不算好,但是穩打穩摘 而且人情味是較為濃的 對,這個是很重要 我猜其實因為電影很多時候 你都是比較追求一個究竟多不多繁迫的地方 如果有一部電影很多繁迫的地方 有很多影評人出來插 那你講慢的話 如果是慢的話 就不繁迫 約百多二百人在網上插 不是很多的 所以又不一樣的 那講人情味 其實後面那一段 就是今期的重點 就是這個天賜的秘密 公開了他的身份 他就去見日本那方面的代表 他一開始就開宗明二道王 沒有人的情況下就叫他爹 就是得野一樂 就是上次來踢館 去精武會開會的時候 帶人來踢館 現在就終於揭開他的身份 和天賜兩父子 以他的裝束 其實就應該是 老邪神年輕的時候 那個樣子 好像是三代 那 老邪神 應該是 文差人 他那時候是做軍官的 這個未做 可能是老邪神前傳 老邪神前傳 那誰告訴天賜 還是他親生兒 他都不是親生兒 但他未出生 年紀不正 但可能是 將來會出現的 火雲邪神的異兄 對 可能西成用的異兄 未來可能火雲邪神 轉會出現 不要看笑 就是天賜 他們似乎是 有一個計劃在進行 就是想 韓服中華武術界 他們接下來就是想 將天賜 捧當精武會的會長 就能夠達成他們的第一步 那 跟很多 那時候 霍元甲 都有類似的橋段 其實我們 很早很早之前都 輕微地 從我故事裡面知道 其實葉天賜 是日本人 就完全不需要害怕 所以 不需要懷疑 所以這一期的 天賜的秘密 其實這裡 只是秘密的一小部分 就是 最後面的秘密 應該是屬於他 和妹妹戀倫 暖倫之餘 他又出去偷吃 因為他現在在追求 美惠 還是惠美 美惠 美惠 是周杰倫的媽媽的名字 葉惠美 是的 那 那 就是 你見到 其實這裡 應該都很勉強 暗 足夠充分的暗示 告訴你 其實他和妹妹 應該是有些不倫之亂的 嗯 這才是真正的秘密 我覺得 這個其實可能 我不肯定是不是 不過可能只是 製作團隊 看得那些 日本動畫太多 我們經常把妹妹 寫到是蒙哥哥 寫得很懷疑 寫得很懷疑 都是有東西的 但是 如果以傳統中國人的社會 就覺得 還看電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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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看到 這個相容 一些對話 諸如此類 其實是 再加上他做出來的氣氛 我其實是很相信 就算現在天賜沒有 都一定會被阿妹勾人 因為他這裡是這樣問 阿妹就問 我忘了阿妹的什麼名字 阿妹就問 哥哥你終於都回來了 大哥我很掛念你 跟著葉天賜的反應是 阿妹到他 當然 其實你這樣的樣子 應該有點驚訝 然後天賜說,別拿摩芒形,站好,讓大哥看清楚你 然後妹妹就...死了,我真的連她的名字... 北野柔美,對 他就說,怎樣?好不好看? 然後哥哥就說,柔美當然是個大美人 然後妹妹就問,那你喜不喜歡我? 天賜就說,你是我的妹妹,當然喜歡 然後妹妹就說,大哥要抱一抱我 但是你就是這麼吐氣,然後就相容 其實柔美是天賜的 但范少王暫時沒有東西 范少王將來就會有東西 我覺得是這樣 這段可能就是未來的小複線 不過我有一段挺欣賞的就是 他在自己心目中說了 就算幫助他這個日本人的父親 他都會盡力不讓身邊的人受到傷害 尤其是美惠 就是他不是一種奸道出執 就是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 要所有身邊不順眼的殺光 就是不是那麼老套 他似乎做這個... 其實這個角色很有人性 做間諜得來 他都想保持大家認識的那種關係 有些跟今期開頭大師兄那裡呼應 我覺得這裏寫得天賜不錯 不是傳統肉系那些老套 討厭的角色 那這件事又... 不可以用來讚玉記 功勞的 我覺得不關他的事 最主要是不關他的事 我始終覺得 這本書的劇本多好 或者大家覺得多好都好 不關玉記的事 劇本故事來說 因為不是他的 因為他都要改編的嘛 因為他都要改編的嘛 我不覺得他這樣 這些大位 他不會改人的電影劇本 應該都跟得很足 雖然我還沒看 但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什麼大改的 就算不是玉記自己原創的 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有時候寫奸角 不介意的話 我想用日本很多動漫的作品比較 我介意的話 你介意的話 跟我死開 再不是就打個 看看你正宗詠春敬 還是我習家詠春敬 其實有時候寫一些奸角 敵對陣營 不一定要用一些最令人厭惡的手法 其實對方可能大家的立場不同 但是他本身可能都是一個人性 有情有義的 如果能夠present得到 儘管他最後可能是一個失敗者 但是都可以在讀者心目中 留一個很深刻 甚至乎是真相的印象 這不是現實 現實的奸人 現實中是不會有絕對的邪惡 或者絕對善良 就算你幾正派 你都有軟弱或者黑暗的一面 相反你就算是奸人 你都有你重視的東西 或者想保護的東西 你都有人性的那一面 這些才是現實 那時報紙說澳門驅哥 雖然似乎犯了很多事 但是他的家人很好 因為在酒樓一次聽過 有一位主婦是這麼說的 全程是這麼說 他如何有情有義 對老婆子女 一力承擔 有時現實中 這些人的行為 個性就是會受人欣賞 我更希望 見到多些這類角色 在廣漫出現 這個熱問 好像說十二期 現在就第七期了 大本 應該其實都有幾充分的 期數給他發揮好故事 應該不會太急著去收 說了很多肉記書 所以我想借熱問去說一些非肉記的東西 看看大家的意見和想法 我們之前經常說 牛佬的故事 或者牛家班的故事 大家看了十幾年江湖漫畫 很固定的形象 結果阿國去幫肥娘勾頭 不行 完全不行 大家都很討厭 即是顧額頭 那麼 瑞辛或者牛佬自己寫的古裝漫畫 都不行 即是效果不理想 本本書都接的 但是譬如 經過了神掌龍劍飛和葉文前傳這兩本書之後 大家是不是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自己其實就 放下了某一種成見 即是我以前覺得其實是很困難的 要我看牛家班的書去畫 古畫以外的書 那我儘管去盡量去接受 但是有很多都是接受不了 但是 逐漸漸地走下來 我覺得其實我開始適應到 牛家班的那個製作上頭 去去畫非古畫系的作品 你們怎麼看 用回葉文來說 即是 他那個上頭就 那個古畫味沒有那麼重 即是 如果你說阿郭那時候幫海洋畫 那時候就真的對比很大 跟阿賈那些 你會發覺阿郭他好像真的沒有想過 要融入這個故事 或者改改畫風 他完全用回古畫 但這次可能葉文這本 是一本比較受關注的作品 加上也有浴記的製作班 所以就沒有那麼重 那個古畫味 令人看得舒服一些 和容易接受一些 沒有以前古畫仔故事那種包袱 我自己就是這樣看的 幸好我從來都沒有這些包袱 即是我看書 你從來都不看畫面 我不會理這本書 究竟是誰負責 畫 誰編的 我從來都不看 因為我根本就不懂 所以我就看完 看完故事 發覺 瞬眼或者覺得合不合你 切不切合 我只有這麼多 我不會理會 我是否牛腦畫 他畫什麼 現在畫什麼 會不會又不對 我沒有這些包袱 因為我看書 其實就覺得 好看合不合 即是 有人肯定有 某一種畫風畫 他最適合畫某些東西 即是最少在港幻來計 我感覺 我看了這麼多年 我會覺得 譬如 阿Sir就畫古裝好些 最好就是油性一些的古裝 阿龍少就畫現代至近科幻的東西好些 最好就是硬斑斑 爆炸力一些 最適合 牛腦就比較適合畫 古畫上頭 肥兩 其實都是配合假 和仔就是比較有型一些 或者偶爾有很多Q版 劍橋是親日系的 所以畫古裝相對不太好看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或者他比較適合超現實的 超神意式的那類科幻的東西 所以 尤其是因為 阿國經歷了幫肥兩畫畫 我不是說他畫得不漂亮 而是本身不合的問題 還有 可能 這個可能就是豬肉在前的問題 就是 我看慣了阿賈畫武神的畫 你轉了輪雨國 我就覺得 不適合 即是不比高低 而自己是鑑不鑑 而且那時呢 其實我是不知道 或者我沒有特意留意這些消息 阿賈那時走 有一段時間 因為還有一些舊高證 其實初時都不敢過他 但越看 為什麼畫風那麼怪 看起來好像古畫仔 那樣的 即是我那時才去留意究竟是誰畫 後來肥兩自驚 將來講了 就是找了阿國來幫忙 那我就知道 喂 我不知道誰畫的情況 我都覺得不妥 即是很明顯是畫風的問題 當然兵之剛才說的 我都非常認同 我都是看故事先的 但有些真的差很遠 譬如有一段時間 海洋找阿國去畫 這個 亞洲雄獅 風暴十三個後續故事 他也是把 畫古畫仔 那時雷諾 他是亞洲的第一個大社團的 但他身邊那些 年輕人 即是助手 全部都只是 街邊的古畫仔 你會覺得 跟整個故事是不適合的 可能也是因為接手的問題 畫風的便宜太大 就不容易接手 不過我隨著 龍劍飛和葉敏 我期望 其實 牛佬可以試多些東西 即是我是想看多些牛佬的東西 我其實 都不特別care 究竟是哪一個畫的東西 而是 有一種感覺就是 掛不掛 其實牛佬最被人 贊重的就是 他的編故事 我覺得有時候 講萬人是可以試 那時候肥良物就是 用海洋二號這些名字 其實日本漫畫 或者很多小說家 他都有很多筆名 他寫不同類型的故事 就用不同的名字 即是減低讀者對他的包袱 其實這個是可取的做法 你就作多些不同的嘗試 最好有一天 王先生或者馬上 他用一個新的筆名 重新起步 好像哈利波特的作者羅林 他說下一部新作品 就用一個新的名字 沒有人知道 他試一下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欣賞的做法 那廣萬界其實都可以這樣做 交換筆名用 叫馬Sir 叫馬玉王 叫馬玉王 馬Sir就用王山 像王山 王山 王山 然後王山 就用馬記 那就新筆名 天賺的小禮物 情賺了 情賺了女兒給他 接下來說另一本 飛玉記的書 《溫水安群合傳》 嘩 今期那個開股 真相 真是 柳五的秘密 好像以前是猜過有這個可能性 有猜過嗎 我們在節目中說過 是不是師弟說過 不知道 我們在咪後查機的時候說的 沒有 應該在咪後說的 我是師弟 其實說柳五做了什麼 大家都應該要描述一下 其實當初他叛變李沉舟 大家是接受不了的 覺得 沒有理頭 故意說他 因為趙思蓉而叛變了 大家是接受不了的 其實他就說回 當下為什麼叛變呢 大哥 你太好人了 如果你這樣 副家餐會被人謀了 所以我決定整掉你的公司 最重要是 你的家餐被人謀了不要緊 你家餐被人謀了 你沒錢養你老婆 我很愛你老婆 對 我要賺你 哈哈哈哈哈哈 癡膠線 還有呢 其實當天他叛變那個位 美女我不想你被人搞 先讓我強姦先 這個是不是日軍侵華的時候 很多百姓所做的事 我就是因為 不想 英國 美國這些西方的殖民主義者 統治我們亞洲人 所以我侵略中國 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很合理 神經 我們沒理由叫日本人賠罪 但是最大的問題 先補充一下 上星期我忘了幫阿神秘馬馬加 小溫上共同傳 但是我忘了他 所有的項目 我不想說一半 又不說一半 所以 或者說漏 或者說錯了 這些東西 所以寧願 不要說出來 但他之後就跟我說 不說漏了 你補充一下 現在 忘記了 忘記了 那我有件事 再交代一下 你在討論區裡說 我覺得最大問題 就是他現在 今天 終於說真心話 說回當日的計劃想法 但是 那一刻 他做這個叛變 是李沉舟 真是去到極危險 垂死邊緣的地步 電視角像有失調 如果像今期所說的 他只是希望 刺激回李沉舟 希望他有 昔日的光芒 危機感 那種心態的話 他當日 跟阿朱純水 他們做了一個行動 實在太過 去得太過盡了 會不會 你要刺激 他刺激到 死亡邊緣 最大的問題 就是 你是要刺激 李沉舟 去鼓勵他 希望他不要連兄弟都相信 然後去 即是兄弟都不可以相信 然後 不可以盡信 即是不可以盡信自己的兄弟 然後去 鞏固權力幫 去做好 自己這份工 即是打好這份工 但他是殺他 他想要殺他 他是想殺他 你是不想他死 即是 你即使怎樣試他 即是找到朱純水 另外那些 塘門 塘門 墨家 即是 十抽一 都好 你都是不想他死 那你最後 對他一劍 就是 即是 你計劃以來 你不應該做這個 除非你只是 不停地 嗨嗨他 讓他警惕 或者對兄弟 等他對兄弟情 死心 就說得通 但是 嘩你這樣對他 你其實是殺了他 他是不是感染了關戚 那些 即是自然奇說病毒 或者是黃小石那種 這樣的 思考模式 即是柳王是一家 哈哈 即是我覺得他今期 作出這樣的解釋 反而是 令人更加看不起他 我覺得是編劇 即是 轉了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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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編劇 即是要自圓奇說 要把柳五賴回來 又轉了編劇 這應該是一一的 計劃來的 之前 柳五半變這個 那現在就是阿余儀去 去 撿回整條橋 還是有載另外換了人 咦 不是啊 這裡也寫回是余儀 但是 但是 刺殺 不是 刺殺李尋舟 是一一的計劃來的 對嗎 好像 好像 還沒走完 或者這麼說 轉了編劇 有時候你想改變方向 你都要合情合理 即是大家應該開會 談談 這條橋應不應該出現 現在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根本你是硬兜 我不太認同這種描述方法 你是想說硬兜 還是 硬 硬 一樣 都是有這個意思 我硬定三六名 還有 今期主要是給 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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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愁非 即是他出來,終於擔正最後這段戲的Big Boss 自己對著天空園在這裡 其實幾頁只是在這裡 就行了 那講出他心中的計劃 以及經驗非常意氣空法 好像一切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真的算無違策 連李沉舟會去攻擊楊怡賢,然後諸葛先生會去看關七,再對李沉舟這些都猜得到,我就不相信 他應該是風水佬,早就猜到佈局是怎樣 其實他當初的計劃是要消滅李沉舟,但其他事情應該是不到他控制 即是把李沉舟引到朝廷的矛頭,就是他計謀之中最極限能發生的事情 現在他有沒有Camp Credit? 他有沒有Camp Credit? 嘩,你別...我以為你聽了 我很混亂的,你明白嗎?我看圓柱不是這樣的 圓柱的人不是這樣的,我不是說橋段的橋段當然不一樣,圓柱不是這樣的 但...白愁飛不是那些...怎麼說 他是有這樣的大字,他是... 他是攻心計,但他是暗,所以他都是暗底做的 他現在真的好像上了舞台劇出來表演 上了神台,嘩,朱立葉奧 他應該改了,他應該改了,哦,他應該改了 他應該改了,他應該改了,他應該改了 他應該改了,他應該改了,什麼都是他策劃的 那... 不,我反而覺得他抽水感覺,但是走出來... 他就是燒抽水 超抽水 所有事情發生之後,就說,其實全部都是在我們計劃之中的 我早上說了,點點點點,跟點點點的 就是什麼啦 是不是這樣,那... 他就沒有...他就沒有CAM到的,但是的нич specialty box 他自己也沒有說什麼 說的話比較少 即是他也沒有抽水 也比較像他的性格 比較沉著一點 他的計劃一步一步就來了 連最後那裡 黃小石 也被人伏似乎有關他的事 因為沈虎蟬帶了人馬來 應該是他要稱霸武林的最後一步 消滅連雲寨 白神飛應該 我估計一下 因為原柱裡面 古色潮 所謂的大債主是艷仔 我相信 我看他的表達 都是 用回這條線 是顧色潮是艷仔去佈寸的設定 關不關白神飛事 說不是他通水給白神飛 但這裏應該是通水給原十三限 所以才有任勞任怨出現 沈虎蟬 相信就是交換條件 又是要死都放 救不到他那六個兄弟 死都放 救不到他那六個兄弟 現在又是 少年反之七人 有六個被捕捉 而這裏 詳情請接下去 看葉明發的沈虎蟬大轉 真的出沈虎蟬大轉 真的出沈虎蟬大轉 我不是你 我之前有估讀過是出沈虎蟬大轉 今期天下出了廣告 就是葉明發的沈虎蟬大轉 樣子的基礎設計 有沒有印象 就是撞了頭髮的劍齒虎 這麼科幻 樣子 造型 因為又沒有劍邪神 那麼長頭髮 他短頭髮一點點 如果我看回廣告裏面的草圖 所以 他簡直叫沈虎蟬大轉 因為我沒有看到沈虎蟬大轉 他是這樣寫 用毛不字寫著沈虎蟬大轉 我一般 我當作 一般講問 你那個毛不字就是書名 所以 七大扣 破折號 沈虎蟬大轉 我不是很具體的印象 但是 沈虎蟬大轉 四大明報快要接 大約在 三四個星期左右就接 大約維持只有三本 瘟索蟬的書在市場上 不過 我都說了 瘟索蟬群合轉 一白期月 還有二十七期左右 大家覺得 是不是都OK 因為網上似乎 也有很多人說 有些不捨得 你們怎麼看 我反而覺得那些留言 有點流流 我不是說 有些似乎 我不會這樣說 報喜不報憂 也有些 還有那些人很 說話 是很 偏面一點點 而且很統一 或者這樣說 如果說不捨得 近這幾年 我想 要排都未必排到瘟群 因為他真的 起伏太大 武神 應該是 排高一點 還不捨得武神 還不捨得武神 我覺得太遲了 發生了 你說瘟群 他一開始 一直以來 都是靠幾個人氣角色 但是那條招 是太多脫漏 很多太想 當然 要你去接受的劇情 我想我自己覺得 其實瘟群 群立傳完 你說我會不會捨得 我不會捨得 而且他肯定 我反而要阿里吉弟 即 一步好 可不可以用因為 來 來取得阿里吉弟 好像很 無所謂 一個字眼 他不用士多米 你就偷笑 我的想法就是 其實有一本書 肯定完 反而才能夠 造就 他更加好的 一個 完美的結局 當然前例是要完美 那我覺得 溫帥安 你說是不是上街的作品 他屬於好作品 他 他的感覺就是 他未能夠清上一部經典 或者 就算以近年來的 水平來說 他也不算可以作為一部經典 即 你說他有沒有一些 好記憶猶新的 一個 感覺 我覺得 沒有的 起伏比較大 應該說 好的時候 可以很好 不好的時候 他又倒得很厲害 例如好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 蕭秋水拉屎 忘記忘情天書 拿回那種感情 散光那一段 好 關七做得 處理得好 但是 中間也有藥肝 處理得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完了他開新書 我覺得其實 但是整體的製作質素都高 其實看往直 他的 開頭和結尾 都應該可以的 是 即是他人物的 修綫是修得漂亮的 是 亦都期望 應該期望 溫瑞安 群俠傳的結局 整個大尾 是修得漂亮的 那我也期望 余儀可以 不是 這裡是阿良 這裡是余榮 余榮 可以把結尾 攬回前面所有的東西 統一所有人性 把最後這二十多期收到線 老實說 最後大battle 肯定就是打這個白首飛 那你尋周未輸 他會走出來 關七也是未死 即是這四個人 是最後的主角 但是這部作品 其實是有脫漏的 最大的脫漏 就是主角露雲化 其實他跟神兵4的幾神天 一模一樣 從來都敬不起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這本書 老實說 是比神兵4好些 我反而覺得是 最初的方向走錯了 因為其實 起得這部 單戲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主角 在小說裏面 我會視 我看就視他 是一套群戲 去思量 但當然 前面 林一一 設定了黃小石 小石和白壽飛 這兩兄弟做主角 我反而覺得 在這裏的安排 有點偏差了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原本 《瘟雙群合傳》 就是想借一大群 在這裏 撈亂了一些時序 的一些成名人物 然後去襯托 黃小石和白壽飛 這兩個小子 怎樣成長 但你見到 其實一點都不成功 以這兩個角色來看 這兩隻是 沒什麼成長 他都沒有成長過 因為最大問題 其實編劇那裏 在溫瑞安的世界 是有些偏心的 在某個角色 你看到描寫 就看得出的 就是這個失衡的狀態之下 令到主角老人化 萬記所說的 而到現在 他們真的要擔作這段故事的時候 你不能夠對記而厚望 不過還有二十多期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來個絕地反擊 我希望阿梁最後收得好 二十多期應該是夠幫他們 可以 你想一下 一部好的作品 二十多期都完了 賣到尾了 好像剛才葉文的故事 十多期 七期都去了很多故事 另外今期 溫瑞安有一些 日曼的感覺 白壽飛 好少年 改了姓叫內倫 那隻眼又變了 謝倫眼 謝倫贏 然後他的好兄弟 就是這個 窩卷小石 是窩卷小石 你是捲窩還是窩卷 窩卷 香港翻譯就是窩卷 窩卷小石 而這女兒就變成 蠢野溫柔 好似呀 我感覺 就是這些三角戀愛 女兒喜歡一個有型帥仔 那個有型帥仔的就不入歧圖 諸如此類 非常少年 但他們這段感情 之前的雀物太輕 希望最後可以加重一點氣氛 另外就是不說又說 說又說那些 就是一萬年之後 有兩本新書出 一本就是文具戰士 今期的窩卷小石 有幾幅圖看 幾幅圖給我看的感覺 因為是中國光滑 所以我那種感覺 就好像 你看到 有一個肥仔 一個在這 靠攏肥仔 好像阿福 阿筑 阿筑仔 另外那個主角就像大熊 但給我的感覺 那個肥仔 就好像一位麻畫家 而那個阿福 就好像 他舅仔 然後呢 那個主角 就好像光仔 即是那種感覺 就這樣看幾幅圖 那種初步的印象 如果能夠把自己頭有的部份裏面 我相信這本書應該有課 應該挺好看 但當日有人在網上 應該不叫文具戰士 叫什麼 楊 楊光戰士 是不是想說 SUNNY BOY 是呀 光仔 中國光 我想說 影印戰士 或者是反影印戰士 嗯 當日海洋 有一些走約助理 在網上出了一些類似 那樣主題的媽媽 差點想律師信 你這樣會不會是害了人呢 我沒有建議他寫什麼 從他畫了那些東西出來 看到那些東西 關我事 那應該會有電話先的 那你會打電話去 113 對 對 你這樣 你這樣是誹謗的 以及洩露 公司機密 公司機密 但是現在看兩幅畫 我也有一點點欣慰的就是 因為這個時間沒有一次 我你的弟弟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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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供你也可以 有一點點 看回他當年寫的 Attacker 遷滅者 因為光仔很多年 他自從入了海洋以來 都沒有了這種畫 飛天的時候 飛天也不算 其實飛天也有些變化 對 飛天的時候就是 他要滿足肥娘的 那個 星戰獄 他畫了一個 其實我當時覺得 經驗不太適合他 我也不止的 我覺得 都有些遷就 他們的班底 是 比較寫實些 的 派系 所以現在 今時今日看法 我不管光仔有多難 出稿有多慢 也好 但是他現在 變回這種風格 我覺得 可能 我會覺得他畫得開心 所以我也挺期待這本作品 聽聞是出雙周刊 還沒有說到 對 薄裝雙周刊 頭兩期應該是 應該挑戰 應該挑戰 阿Sir的作品 當然 特地 撐著天下 不出過一星期 你別說 出這種畫風的故事的作品 他一銷量上 都有機會挑戰到天下 你看喜陽陽 我不相信 喜陽陽也無法挑戰天下 連龍風也無法挑戰 有機會 我正在說 這本書也有機會 你說一本書也有機會挑戰到畫面 對 有機會 我有機會挑戰到天下 我發到資訊 我出一本書 有機會挑戰天下 我拍印度的功力 另外有一本書 就是九龍城寨的改編 改編至原倫自己的小說 應該是自己改編了 對 應該有幾個看頭 出了一幅畫 真的很帥 喂 完全不是現在溫瑞安的 頭身比例 正常幾多 我覺得好像在玩 FF8 或者FF13 那些設定畫 畫集那些 嘩 美形到 當然他之後未必 本本 格格在這個級數 我唯一擔心他 日後高橋人一上身 他投身比例 超像 然後射一球 即是拼一刀 即是兩板 哈哈 我完全不知道 九龍城寨的故事是說什麼 但純粹看這幅畫 人設造型 是有些期待感 是有些期待感的 不要啦 這輪看其他小說 那些穿上春樹還未搞定 是啊 但有期待感 所以我剛才說 溫群在那裡 會不會不寫得 不會 快點完就出這本 我都覺得 咦 他有碟的 因為他八月就出 因為他講漫畫節 因為他講漫畫節 不是 漫畫節是七月三十一 七月尾 應該是八月中 八月中 左右 我想他叫八月 說八月就不是講漫畫節 打功夫 對 港版通常都是打功夫 對著憂虎龍的功夫來打 很熱鬧 因為就是八月 七月就是那些 藥雞的書 打 即是 藥雞是天子七 審虎子七 天子七 你不要罵他 沒有的 審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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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天子七 真的不包 差點 你 這樣 有些期待 真的挺用心 只是看這幅圖 這些就是宣傳 應該有的功力 即是 我經常都覺得 廣漫的 那些人 你出張 廣告出來 有時的審虎幫你貼 你是想吸引人的 大佬 麻煩你多出兩分力 九龍盛審這張 我覺得做到 這一個行動 我覺得期待歸期待 雖然我沒看過 成 即是盛審的 原住 但我覺得他的股市 是比較粗 主角是比較粗 外賣仔 我不知道這個 就是 Exceli 就是那個主角 記錯了 那本是赤柱飯堂 不是 赤柱飯堂 如果作為一個外賣仔 他真的超過了 有型 太重要了 說不定後面 又有些經歷 諸如此類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 有點華麗 有些不同 跟原住 有些人蠻 有些人蠻 我都以為是人蠻 絕對 我敢劍橋的東西 他們這派的人 還有呢 這個廣告 主角下面 有一堆 全部是黑影人 握上武器 多多劍劍 其實 很少廣漫人 會用這種方式表達 這堆人 其實畫樣 都未必有人去留意 但他用這個方式 起碼令到圖沒有那麼齋 不是純粹一個主角的大頭 你不覺得這張好電影海報嗎 我反而想起你 你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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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功夫 我之前都沒有留意 不關事的 這種表達手法是挺新穎 有別於傳統廣漫的表達 他有種 通緝那種海報的感覺 其實 嗯 所以如果這一本新書 可能他們會作更多的嘗試都不出奇 可能會令看開廣漫的人 有些意摸一身的感覺 當然 等他們出了 再看完之後 我們再評價一下 最後一本 最後一本之前 我想說少少另一本書 好好好 跟故事完全無關 因為這本書沒有故事可言 春秋戰紅 大家留意一下 第三項其實出錯了一幅圖 就是左下角的一幅圖 理論上那個人應該是聖公子 但是一眼白頭 自然冥 是畫錯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是不是想畫 聖公子那一刻 是非常驚訝 很震驚 應該是 怕到白頭 他想更反白 反白 例如我們見 一些 原本我們平常不是畫黑線的 他右黑的底部又畫白線 那種反白那種 反差的感覺 對 但是 他拿了電彩 因為 他真的很突然 而且 而且他這一格都畫得不太像聖公子 另外感覺 這一格究竟是不是畫錯了 我猜猜 為什麼有條 搞不答白的人 答嘴 什麼事呢 看來不是沒有可言 沒有其他人可以答嘴 我最後能夠分辨到聖公子 就是他頭上那塊 還在 對 因為聖公子和自然冥 其實都是有幾分相似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伏線 但經常都感覺到 這兩個角色 都 有少少重疊的 在造型上 所以 沒有一個故事 其實都沒有講的 只想講講格仔 好 那 最後 同仁啦 最後啦 埋尾啦 現在第幾期嗎 現在第五期 埋尾再六期 即是說我們今天公集埋尾 差不多啦 同仁復活 那同仁復活就 好美的講七所 今期的打鬥都ok 尤其加重了不殺年輕 即是不殺的少年事檢寶 和不慎的那個少年 今期的主角是不慎 我幾喜歡 因為原主其實這些角色很空洞 沒有背景 不是少年派 是空洞派 其實整派都是空洞派 今次就加重了 即是 北慎的功夫 至少有波野獎 這件事 和不殺是有關係的 加重了他們兩者之間的背景 或者交流 打出來 即是人的關係在這裏 才有張力 否則純粹是一個 即是 你有你的理念 我的理念 中間沒有交點 其實 即是不一定打得不好看 但不會每次都好看 而且我覺得令到這一戰的 空險程度 感覺上提升了 因為你必須要精英進出 連趙大明都要陣亡 連北慎主持方丈都要出手 才可以擺平得到這個不殺 即是 即是跟沿著比起上來 即是沿著不知去哪些人 即是沿著不知去哪些人 那 就感覺到危機這一戰的決定性是強很多 其實今集的處理失法很大 因為大家都預料到 最後就是七索加軍寶對不殺 但想不到被老柴走進來亂入了 理論上 這個很不英雄的做法 不應該廣漫出現 但 他交斷了往事之後 即是他們兩個兄弟這麼千絲萬縷 又令你覺得 算了 被他加進來其實都對的 即是不會說到七索龍軍寶加上那個威力是大得那麼厲害 雖然他只是加入了不太久就要退場了 但起碼會令今集的內容濃郁了 還有高少傑的結構我覺得是緊密了 即是所以剛才呢 假如 溫索翁蝦合轉100期會員 有人說不捨得呢 其實我不捨得第八同銀員 因為 講製作質素 我覺得陳景團這個團隊 他和阿龍這個團隊 即是江劍橋和阿龍這個團隊 兩者就 沒有什麼分別的 即是高低都很難比較 即是大家都有各善勝場的地方 我個人偏愛阿龍小斌強這個團隊 純粹是因為 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但基本的整體製作質素其實都很難分牽制 那 但是故事的流暢度 以及那個 這個完整度 或者那個補完程度 或者那個補完程度 就大八同銀高很多 即是最少我們中間 雖然偶有都見到 我們會有挑剔的地方 但是你會很少發覺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即是最多頂洞去到 是因為我不喜歡 比較個人的感情 或者是我接受不了 很少你會找到一個位是 即是當然都有拖河的地方 譬如第一次在一個海道打不殺 那一段都有一些拖河的地方 但整體來說 其實我們很少插這本書 即是跟神四比起那個反差 當時是每個星期都插 插到後面不想插 因為神四變成我們的兒子 我現在就經常插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這套就不一樣 我呵護著他 OK 始終同仁的班底 是由頭跟到尾的 即是他們沒有怎樣變過 可能座里上面有些轉變 但是無論主編 和編劇 都是在本書的創刊號 是跟到尾 至少我看不到他接下來的幾期會轉 哈哈 突然間又懷疑 變成另一個編劇 是啊 覺得那個 完整度高很多 加上九巴刀有個故事大公在佔底 我也認同曼山所說 這本書其實沒有很多地方可以插 其實真的好看 但我又不想他完 反而想他快點完 我不捨得 因為 我覺得始終這個故事的劇情比較單向 就是出塑 軍寶 對不殺 即是不同 這個群俠 其實它有很多條線 可以有很多個故事 寫得好的話可以發展得很大 但是這個是 如果再拖不完的話 有點悶 我就想 快點想知道結局你怎樣埋尾 我告訴你 不用了 我才可以看 不是 又輸出了 不是啊 未出的那些我都可以 不需要的了 所以我想知道結局 反而我想這次我想說 第二把同仁 不是說故事 我想說他後面 那些T衣術 多漂亮 我想買 不錯 還有我想說 他的扭蛋公仔 巨蛋系列 對 我之前說了很久了 我很認真地說 真的不錯 是不是買先 為什麼我特地這樣說 因為我本來想提到 阿Sir問你啊 是不是買 我不給你煮 為什麼我看到之後 突然想說這件事 就是 我剛才本來想說 另一件事就是 我看到龍虎門的公仔 很噁心 他還寫到明 優化 什麼完美 什麼鬼 我講龍虎門 很噁心 不是人 其實最主要 我懷疑 軍寶的正面 是做得不好的 因為你看看 其實阿七索 他四個角度 都給你看 但是他軍寶 只給背面 還有左邊的側邊 就是 還未是終極完成品 還有待改進 那買不買 多少錢 T衣術 非會員價108 我喜歡黑色那件多一點 那你買就黑色的 送給我 那你給我108 我都沒所謂 我送給你 我想說龍虎門的手把 好噁心 龍虎門的手把 喂 to be frank 是想懂得不好 我看過原版 你說什麼 龍虎門 龍虎門有幾個手把 看著臉 樣子 全部都是鬼 我覺得 提癡又比較好 金羅漢都能接受到 中間應該是誰 我看不到 韋陀 我還以為是姓公子 這隻是多少寸 我猜是跟去年一樣 即是4至6寸 應該跟姓公子 現在出的那隻差不多大 在街上你可以買那隻 但實心一點 其實可以做得細節很多 我其實也有見過他們未想認識那個版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龍虎門的手把工仔最差是什麼 最差是眼神 其他東西都不是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是 你的人的眼神是最重要的 一個人畫得漂亮不漂亮 就看眼神 即是有沒有神 尤其是上手把 看神 看眼神 你看到這輯 最高的 是誰 韋陀 和東方無敵 東方無敵 是一個很奸的人 很有型 他這個位 其實他閃到那隻眼 即是五十男優 好像奇隱吐一樣 好像貓眼蜜 還有他這個狂髮 都不知道是什麼 大風球吹亂了 你剛才說那個火人邪神 我剛才說那個東方無敵 那個東方無敵 像年輕時的白成恩 一念善良 很善良 很仁慈 有誠狠 有誠狠 對 反而我覺得金羅漢和雌右是不錯的 相對來說是不錯的 但這批我都覺得比較好 我覺得金羅漢的痴猶都差一點 痴猶 你看到隔壁那個 像聖公子的韋台之後 就覺得痴猶挺好 先看一看 他現在還未出正式廣告 可能是第一版 希望有鬼進空間 那火人邪神是不是更壞 希望廣萬人可以注意一下 這次 剛才阿萬記跟Wing之說 龍少出這堆成熟 你看看他由第一次出 神四那堆巨蛋都漂亮 這個其實 我相信和龍少玩了這麼多年 玩具有關 他對那個質素是有一個要求 會不會 那些Q版的 扭蛋型 容易做出來 真的容易吸引 但問題是剛才說的 是眼神問題 Q版化了 眼睛畫大了 其實沒所謂 也不需要特別有神 很空險 眼睛清晶 是Q的嗎 對呀 你看看我們那堆巨蛋 就算是 死了 那個叫什麼名字 神聖 他一樣是 很 那個叫做 怎麼說 即是 不是很醜 在火雲邪神旁邊那隻 即是有翼旁邊那隻 白色頭的 你看看神聖 他都是 鼓鼓滑滑的 他不兇 嘴喵喵 但是有個性 即是 會配合那個個性 做Q版是容易做很多 其實我們看了這麼多年動漫 不論香港 日本 美國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 到發展到這樣 不要真的想著 人們要由書開始 有時候可能是 由這些 精品 玩具 甚至乎一張海報 T恤開始入手 即是 如果這樣你做不好 一捲刺子 一條底褲 都可以 但還是 做手板是 特別弱的 只有這麼多年我看 即是 你說我Q版二做 那是 油那個 和做沒有關係 你說Q版二做 我認同 正常的 但是你說正常 沒有人做得漂亮嗎 那時候 不差的 但是 這麼多年肉系出的 那些手板出來 都是犯同一個錯誤 不去改善 我覺得 我本書受歡迎就可以了 我等你這些 是否漂亮 一定有人買 是否抱怨這種心態呢 即是 我做模具的技術已經成熟 但賞識的技術還很差 這個我相信跟他們有關 因為 如果 做開這些 去計 他們可能 覺得自己不是太熟 他不敢找太多工廠去試 他寧願找回同一間 是期待他的進步 我反而覺得 和製作方的溝通方面 方式的問題 就是 永遠他們都是 爭取過 沒有刁成怎樣 還有他們看的時候 可能是來遠 不是真的玩家的心態 好像驗屍一樣 網上經常說 那些驗屍官 即是 未去到這麼 刁鎖的角度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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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刁不刁鎖都好 那些人 那些人 他們就去馬 然後 上式 那個 程序 我覺得是 很忽略 其實現在我們有時候 有些 動漫作品 未必是 先看的 可能先買了一件精品 然後再調轉 再去 了解一下故事 看看又多好看 成為粉絲 就是這樣 即是廣漫就是 欠缺了這個渠道 去接觸市場 所以才難 侵入新讀者 那當然怎樣都好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手法 你本書都是要 顧自己的質素 但如果他們現在 經意有意發展 尤其是有動漫節 這個這樣的時機 那就不妨真的 花多些心機 在自己這類精品方面 出土些 現在精品不能下載 一定要賣的 雖然大陸就有 但不要管那些 應該比較少些 搞得好就可以幫助 即是廣漫的推廣 我相信 遲些等 動漫節的廣告出完 我們才再來一次評論 今晚先講 這麼多本書 好 接下來星期四 還有這個 《金日煲新番》 星期五 今個星期 動廢會有一個 挺有趣的題目 蒼海為主義 星期三 個敬遊戲 你不宣傳 星期二 比我們的 星期二 已經上載了 我猜 好 今晚節目時間是這樣 拜拜 拜拜